两艘由木头、竹子和绳子一旬秘鲁古老的印加文化传统所做成的大木筏 承载着14位探险家在11月7日启航 这两艘木筏将要从秘鲁前往复活街道 船上设备一切一旬古老智慧 没有电动引擎也没有桨 只运用太阳能板来供给所需电力并且靠锋利航行 这是一项科学考察 目的在于展现在欧洲人进到南美洲前 古老的秘鲁人就已经拥有足够的航海知识和技能 可以进行长途的航行 在这趟旅程中 这些探险家也会沿途采集海水样本 以了解太平洋海水受到污染的程度 这个考察队的组成也非常多元 领队和部分成员是来自挪威 其他则有来自俄罗斯 纽西兰 秘鲁当地和墨西哥的成员 虽然秘鲁的古老文化中 航海传统并不出名 但据信在古印加帝国时期 就已经有人横跨太平洋 这十四位探险家 预计往返将会航行五千公里 将会以六星期的时间完成 记者读记 林波红编译